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歌迷之间流传男友薛志谦 北友 大张伟 皆是很有创作能量的歌手 经常在节目上一来一往的互相 搞笑 逗得粉丝哈哈大笑 过去虽然在节目中有合唱过一小段 但这次余金曲 老是首次认真合作一首完整的歌 因此让歌迷相当期待 爱搞怪的他们也不忘来个下跪桥段 向翻观众 让这首意外之后登上微博热搜 该作品收录在他2013年的同名专辑中 此外 薛志谦也大赞大张伟 是他小时候的偶像 对方当时年紧 14岁就写出那么多好歌 没想到要推荐对方的作品时频频出错 让好友忍不住吐槽 事实上 这两位人气歌手风格完全不同 薛志谦情歌演绎唱入人心 大张伟则是唱出摇滚的获达 他们也很意外私下这么合的来 也让网友相当期待 未来他们能合唱一首新歌 满足大家的耳朵 最后 薛志谦也推荐另一位好友的作品 也就是入围本届金曲奖 多项大奖的创作歌手 只夸对方帮自己写了很多好歌 请大家多多支持优秀的创作 接着演唱小孩 歌词写道 你就对我说明白 就让我更明白从什么时候 我像小孩我的天台从来转不需要猜 别让我猜 让观众听得揪心 SG惊喜彻彭桑蕾唱 金秀贤或粉丝祝贺出道10周年韩国男团Super Junior SG成员金希彻 作为桑蕾好友 昨晚在Instagram筛出道戏院捧场 并拿着桑蕾与男神 金秀贤主演的电影Real宣传单的照片 帮影片宣传 还留言赞二人的表现 可惜 影片日前在韩国正少话 首日虽录得于14万观众入场观看 但一日入场人数已跌至5万多 一日之隔就流失9万观众 并列评如潮 不过 粉丝仍然支持金秀贤 他与Sully昨晚及今日 都继续落地宣传 到戏院跟影迷见面 金秀贤或粉丝送花 预祝他7月24日出道10周年 展现可爱笑脸 至于金秀贤与Sully在戏中具争议性的裸露 及性爱画面在网上疯传 电影公司再次强调是侵权行为 无论在海内外出现真实片段 都会采取法律行动 林宝宜陈慧山就列重逢 吸引投资者真开新剧林宝宜之前 为迎接香港回归20周年拍摄节目悠悠 I loyal 新攻略打头阵 更在节目组精心安排下跟老拍档陈慧山 Floro 惊喜重逢 制作单位更拿出两人 在20年前合作的TVB电视剧建正式录VCD给他们签名 这一幕当日被报道出来后 内地网民及其他地区的华人粉丝 都为之疯狂 像曾家园 林宝一事 和聂宝园 陈慧山市 这对经典组合再次合体 二人十年来没见面也没联络 这次久别重逢都非常开心 畅谈不断 更直言想再有合作机会 据悉已有投资者在看到报道后 马上找两人商讨合作演出剧集 看来粉丝的愿望很快成真 大家拭目以待 汪明泉玩唱晒星级大合照 李克勤应销送朗朗新专辑汪明泉 昨晚参与回归招演出后 与微博分享与一众星级表演 艺人 李敏 林子祥 叶倩文 曾子丹和沐文 未来个开心大合照 与个人的助手一起刻在车内 均无损兴奋心情 照片中没见李克勤在内 原来克勤完骚后 同好友朗朗去了宵夜欢聚 克勤在微博贴图文 还留言 老友 你的手要快点康复呀 太多粉丝在世界各地等你的演出呀 二人合照 朗朗手拿着克勤的最新专辑 克勤果然够营销 又做宋李琴 张雨起北报怀孕数月江湖美代产 工作人员确认 工作人员确认张雨起和老公6月30日 刚刚从知情人处获悉 张雨起已经怀孕多月 即将赴美代产 记者及时求证张雨起经济 公司负责人杨思维 她回复 是的 雨起怀孕了 我们都很替她高兴 去年10月26日 张雨起宣布与相识70天 相恋10天的商人 原8月结婚 婚后两人不时秀恩爱发狗粮 5月底张雨起还在微博上 除余老公度假的照片 当时一对娃娃的照片 也曾引发网友 对其怀孕的猜测 如今尘埃落定 恭喜有一位女神将成娃妈 网友们纷纷留言说 太好了 恭喜恭喜啊 之前看到两个小孩的照片 就觉得是有好事将近了 没想到是真的 期待辣妈张雨起的宝宝 林宝宜陈慧山就憋重逢 吸引投资者珍汉新剧林宝宜之前 为迎接香港回归20周年拍摄节目悠悠 iroyal 新攻略打头阵 更在节目组精心安排下干脑拍档陈慧山 floral 惊喜重逢 制作单位更拿出两人 在20年前合作的TVB电视剧 见正式录VCD给他们签名 这一幕当日被报道出来后 内地网民及其他地区的华人粉丝 都为之疯狂 像曾家园 林宝一事 和聂宝园 陈慧山市 这对经典组合再次合体 二人十年来没见面也没联络 这次九月重逢都非常开心 畅谈不断 更直言想再有合作机会 据悉已有投资者在看到报道后 马上找两人商讨合作演出剧集 看来粉丝的愿望很快成真 大家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